今天豪宅玩具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景品 藝術王者 喬巴 所謂的獸化模式 或者是狂暴模式的景品 然後 本人只拿到少量 然後想說本來要留一盒 然後 可是有朋友說想要 所以本人就還是賣掉了 但賣掉前 還是分享一下裡面的內容 給大家看 其實我必須講他個人後面盒子是這樣子 必須講 份量還蠻重的 打開 裡面是這樣 其實零件好像分的蠻多的 主要的零件 分成主體啊 然後腳架 跟他的路腳 跟 手臂 然後就 剪開給大家看 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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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鹿角 鹿角 或者是我們說的 鹿絨 鹿絨跟鹿角 應該是不一樣的吧 其實鹿角兩隻還蠻開的 鹿角兩隻是這樣 然後 有這個所謂鐵片的這一個 應該要修一下 有鐵片的這一個 是所謂的 右邊用的啦 其實他應該有防呆吧 這樣子 然後這一個是 一般的沒有任何的修飾的這個 這是右邊的 左邊用的是 從這邊看 這邊有修 他除了原本這邊 這一個小的 耳朵旁邊 他那個帽子的插銷以外 注意看這個 後面這邊還有個插銷 在那個毛這裡有個插銷啊 他的 我朋友說的圍巾的部分 也有插銷啊 所以他是固定成兩個點的 像這樣 然後這一邊也是 這邊一樣有兩個插銷啊 就 兩個都要先固定好啦 然後 這樣 然後手臂的部分 這比較簡單啦 手臂的部分 手臂的部分 他有防呆 所以這隻手 右手一定要抬起來 左手的部分 則是直接 往內插 其實他錄的 因為他的是 所謂的 塑膠材質啊 所以 這個部分 摸起來有點尖啊 腳架的部分 其實在屁股後面這邊 有個孔洞啊 這邊直接扣上去 卡出去這裡 卡給你堵 腳架部分就完成了 高 手臂不算的話 其實本身高 大概就是有20公分左右啊 加上手 20幾公分啊 所以算一個 景品來講 個人覺得還蠻大隻的景品啊 正面看這樣 然後眼睛 注意看 眼睛是所謂的 這算是 綠色啊 浩克嗎 綠色模式啊 側面是這樣子 後面是這樣子 底部是這樣啊 個人覺得還蠻喜歡這個套組的 狂暴模式 側面 正面 腳步 正面是這樣 其實塗裝來講 個人覺得有點像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吃過雪花冰啊 有點像雪花冰的造型 雪花冰劈在身上 這樣子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啊 這一組售價還蠻漂亮的 不算貴 但也不算便宜啊 算是 400多塊就有的價錢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 藝術王者的喬巴 狂 呃 瘦化魔